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 曝光重庆官员不雅视频 而引起重庆官场震荡的大陆调查记者朱瑞峰透露 月28日 重庆警方在北京西城区德外派出所查问他时 明确表示 重庆警方调查的不是贪官 而是赵洪霞等人组成的诈骗集团 不过朱瑞峰认为 赵洪霞 萧叶 许社亲等人并不是诈骗集团 报道引述朱瑞峰的话 他告诉重庆警方 赵洪霞等人最多是对官员实施性贿赂 以自己的身体换取工程 并没有诈骗勒索 据报道 朱瑞峰表示 他手上确实还有一些官员的不雅视频 但是需要经过查证核实 等到铁证如山的时候就会公开 据报道 不久前自已死亡的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齐晓林 并非死于官方声称的抑郁症 而是与之前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有关 海外博讯网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齐晓林是广州国宝的第一把手 出手狠辣 在过去几年严厉打压异议人士的力度上 广州仅次于北京 南方周末事件引发上千人声援 齐晓林书面建议 抓10人支20人老校 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办公室 通过政法委通知广州当局 不许扩大事件抓人老校 消息人士还透露 齐晓林刺杀内幕 不仅于镇压南方周末事件被批有关 而且还涉及她自身的经济问题 山西省人大和政协两会 从22日起在山西丽华酒店召开 连续多日 山西冤民们天天坚持到现场请愿 六四天网报道 据山西维权人士李茂林介绍 从25日到28日 山西两会会议现场 访民们天天高喊 李小鹏下台 我们不需要用矿工的鲜血燃烧温暖 尤其当代表们的车进入现场时 访民的喊声特别响亮 1月29日 会议现场仍有100多名访民 拉横幅喊口号抗议 有人遭到当局派来的便衣警察殴打 而很多人被关进了黑监狱 除了山西访民在两会现场抗议之外 上天的河南民众也在29日 前往河南省两会的闭幕会场外请愿 官方派出大批警察和维稳人士 警民双方发生冲突 多人被警方带走 其中宇州访民贾秋霞遭多人暴打后被架走 据说他已经被拘留 接下来请看时事禁闻 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